愛爾蘭公投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 在首都托林大批等待點票的民眾知道結果後歡呼喝彩 揮動代表同性平權的彩虹旗 有同性伴侶激動擁抱 今次公投的投票率超過六成 全國有近二百萬個選民用手上一票 就是否修改憲法容許同性婚姻表態 結果顯示有六成二人支持修憲 反對的就有三成八成為全球第一個透過公投 承認同性婚姻的國家 預料相關法例最快會在今年秋季正式實施 當地所有政黨今次一致支持修憲 包括總理肯利領導的同一黨 肯利在公投之後說結果為愛爾蘭帶來平等 這個決定令每個民眾同性 而天主教一直反對同性戀 當地在1993年 先將同性戀非形式化 今次再次公投